嗨,大家好,我是Bron,大家好久不见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拍视频 我们经常需要对拍摄的视频素材进行剪切 来截取我们需要的片段 这期视频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个 免费开源的视频无损截取软件 它的名字叫做LosslessCard 好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吧 大家找这个软件的话 直接搜索这个LosslessCard 找完的话就可以找到它的官网 以及它下载的这个GitHub网站 首先我们打开它的官网 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feature这边看到 这款软件的一个简单的功能介绍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谷歌翻译一下 LosslessCard这款软件最大的特色 就可以进行无损的切割 视频和音频的文件 除了这个最基本的功能之外 它还具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可以从视频里面截取画面 以及可以把多个视频片段 拼成一个视频 具体的其他功能 大家可以去这个官网上自己去查看一下 好的,如果我们想要下载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GitHub 它这个网址 然后找到下载的这个板块 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来进行下载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是Windows系统 所以的话我直接选择这个Windows版本 它这个Windows的话 这边是有两个形式 一个是EXE的 一个是压缩包的形式 我这边的话直接下载这个Zip压缩包的格式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大小的话 大概是136兆 好,我们下载完这个压缩包之后 把它解压一下 好,解压完之后 我可以找到这个LosslessCard的这个主程序 直接双击它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我首先给它进一个快捷方式 发送到桌面上 好,我们双击运行这个软件 好的,这个就是软件的一个基本界面 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需要修改语言的话 可以直接选择文件 设置 找到这个软件的语言 选择我们需要的语言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简体中文 好,我们把它关闭 好的,我们找一个视频来进行测试一下 好,首先我找一个我以前拍的一个视频 我们把这个视频直接拖进去 好的,现在这个软件已经打开我这个视频了 我们直接选择播放 可以预览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 现在是5月2号早上的5点半 这个软件的话是有两种界面模式 现在的话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面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边 点击这个切换到高级视图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功能 首先我们来衍生一下它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进行无损的视频切割 比如说我想从这视频这个片段 从这里开始进行截取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边有个 点击下这个手一样的标志 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结束的时间点 然后点击一下后面一个手一样的标志 这样的话这个时间段就会被截取出来 我们可以在右边看到一个列表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即将导出来的一个视频片段 我们也可以选择多个片段 好的,我们选择完需要的视频片段之后 就可以直接选择导出了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片段之后 又想截取掉不要 比如说这个删这个视频片段 我想把它删掉不要 也很简单直接选择这边导出的片段里面 找到我们想要删除的片段 然后直接选择下面这个简号 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导出的片段不想要声音 你也可以选择这边有个保留音频 点击一下 这样的话它会把这个导出的片段里面的声音给去掉不要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右下角这个导出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出选项 如果选择这个切割合并的话 它会把导出后的视频片段合并成一个文件 好,我这边的话就选择默认选项 选择单独的文件 输出的容器的话 它默认会选择跟原来一样的视频格式 如果你选择其他视频格式的话 就相当于是进行了一个转码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不选择其他格式 直接选择它默认的MP4格式就可以了 好,其他选项的话都可以不动 直接选择右下角这个导出就可以了 它默认输出的文件保存的位置 就是原案那个视频所保存的那个文件夹 好的,接下来我们选择导出 可以看到它的速度非常快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出来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它导出了两个视频片段 接下来我们来也是下它第二个功能 就是可以把多个视频片段合并成一个文件 好,我这边的话就以刚才导出的两个视频片段为例 我们把这两个视频片段合并成一个单独的文件 要如何操作呢?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选择这两个视频片段 把它拖到这个软件里面去 好的,我们把这两个视频片段拖到这个软件里面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这两个视频片段的一个排序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边和快捷的按钮 合并和连接文件 或者你也可以点击工具 合并连接文件 我们直接选择合并 好,它现在已经开始 已经合并完成了 同样它也会保存在原文件所在的那个文件夹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ossLess Cloud这个软件 如何来截取屏幕 其实很简单,首先找到我们需要的那一针 然后选择下边这边有个截取的一个视频格式 这边是PNG 还有一个是JPEG的格式 选择我们需要的格式 然后直接点击后边这有个相机一样的图标 截取针 点击一下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画面给截取下来了 它同样会保存到那个视频所在那个文件夹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JPEG的一个图片文件 好的,LossLess Cloud这款软件的话 它还支持一些快捷键的操作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边有个问号 这个图标 点击一下 然后再点击这个键盘跟鼠标的快捷键 可以看到它这个软件的所有的快捷键 熟悉了这些快捷键之后 可以操作起来更加快捷 高效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ossLess Cloud这款软件 另外一个功能 它可以从视频里面提取这个音频 比如说它的背景音乐等等 比如说以我这个视频为例 我把这个视频拖到软件里面 在左上角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轨道 点击一下可以看到 它这边一个是视频轨道 一个是音频轨道 我们可以对它这些个单独的导出 比如说我只想要它的音乐 我们就可以选择音频轨道 然后选择提取为文件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就已经导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LossLess Cloud这款软件 所支持的一个视频格式 我们找到这个GitHub上面 它这边有个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话 是支持以下这些视频格式 我们可以看到LossLess Cloud这款软件的话 是支持我们最常见的MP4 MOV这些常见的视频格式 但是它有些格式也是不支持的 比如说是FLV这种特殊的一些比较古老的视频格式 好的,现在我找到一个LossLess Cloud的软件 不支持的一个视频 比如说这个是FLV格式 当我们把这个不支持的视频格式 拖到这个软件里面的时候 它这边会直接跳出一个提示 该文件不被支持 好的,我们可以在这个GitHub上面看到 如果是不支持的视频格式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转码 把它转换成支持的视频格式 然后再进行导出 当然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无损视频切割了 但是还是可以进行一个视频的切割 比如说我这边随便选一个视频片段 然后这边输出格式 它默认检测出来是你原来导入的那个视频格式 比如说我这边是FLV 它输出的话也是会输出为这个FLV格式 或者你可以选择为其他的一个更常见的格式 比如说MP4 然后直接选择导出 其他设置都可以不用更改 直接选择导出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出的文件 好,在这里有个MP4的一个文件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是这种不支持的视频格式 也是可以进行导出的 只不过会进行一个视频的转码 好的,以上就是Lossless Card 这款开源免费的视频无损切割软件 它的一个简单使用方法 大家学会没有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收藏评论分享 我会把这款软件的下载链接 放到视频的下方 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